大家好 歡迎來到《紅潮秘聞》 我是李瑩 中共前總書記 胡耀邦在扶任 總書記那時 一定要將他的秘書楊麗芳帶過去 但楊麗芳 卻毅然決然放棄了這條 所謂的升官發財的輝煌之路 而是和家人一起去到海外做義工 那究竟是為了些什麼 我們來聽下他背後的故事 而且這個還要 由當前大陸的疫情講起 11月26日 在強大的疫情和民意海嘯之下 中共衛健委無得不說 近期急性呼吸導疾病持續上升 與多種呼吸導病原體 搭加一起有關 要增開相關診室和治療區域 加強重點人群 密集場所疫情防控等等 據了解 這波瘟疫五毒俱全 主要表現在 新冠病毒、流感、腺病毒、核包病毒 和所謂的資源體肺炎等一起爆發 主要感染群體為小孩子 死亡病例不斷由封鎖嚴密的長國翻牆移出 中共依舊用三年來慣用的手法 為了保權 刻意掩蓋 任由人死去 成人發育患者仍在激增 北京官方日前通報說 截至11月19日的7天之內 全市總共報告了 傳染病 3萬7293例 比上星期環比增加 152% 流感新冠報告最多 肺炎資源體 呼吸道核包病毒等 不屬於法定傳染病 未統計在內 中國社交媒體 有許多網友留言表示 最近發燒的成年人也太多 許多家庭成員全部感染 上海市 兒童醫院呼吸內科主任醫師 蔣坤告訴媒體 致診過一家四口人都感染 北京地壇醫院呼吸科醫生表示 近期有些醫院 整批整批醫生感染 有些醫院 100醫護和家庭全部中招 醫護還被迫帶病上班 北京上海天津等地 醫療系統面臨崩潰邊緣 廣州一名急症科醫生說 身邊有些同行中招 綜合國內外以報告信息 在最近50天之內 又有12名中國科學院 和中國工程院院時接連離世 11名青壯年警察 突發疾病密集病亡 他們入面多數為中共黨員 譬如中國科學院院時 著名太合金專家 材料科學家 中國航法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研究員 曹春曉 因病醫治無效 在11月23日凌晨1點30分 在北京逝世 中國科學院院時 著名工程力學和計算力學專家 大連理工大學教授鍾萬協 11月12日在大連去世 11月22日 曾任中共外交學會會長 兼黨組書記 中共前駐德國大使 中共前黨魁毛澤東 鄧小平 周印來的御用翻譯 梅兆榮 在北京去世 中國科學院院時 國際著名摩擦學專家 原摩擦學 國家重點實驗室創始人 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教授 溫思駐 11月3日在北京離世 第八屆中共全國人大代表 中國科學院院時 北京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 鄭光美 在北京去世 太原鐵路公安局 秦旺島公安處 淺安北車站 派出所四級警長董文苑 在單位值班期間 突發疾病去世 年僅28歲 遼寧省 廖陽院公安局 小北河鎮派出所 附近任福英 在值班時 感覺身體不適 最終去世 年僅36歲 青海城中公安分局 北大街派出所附近楊尚琦 在家突發疾病 不幸去世 年僅34歲 據有公安金盾封碑統計 2022年總共收集到346條青藏年警察去世消息 其中30歲以下17人 他們基本是黨員 為黨賣命一輩子 有網民透露 疫情在中共國一直沒有斷過 一直有感染和死亡 近期 多種病毒夾擊之下 上海一天感染40萬人 在此同時 全世界各地 包括中共國 有很多人到處在說真相 告訴世人 中共是造成災難的罪魁禍首 遠離中共 遠離瘟疫 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 在《理性》那篇經文中提到 但是目前中共病毒 武漢肺炎這樣的瘟疫是有目的 有目標而來的 它是來淘汰邪黨分子的 與中共邪黨走在一起的人的 不信你們看一看 目前最嚴重的那些國家 都是與邪黨走得近的 人也是一樣 那怎麼辦 遠離中共邪黨 不為邪黨站隊 因為它背後是紅色魔鬼 表面行為是流氓 而且無惡不作 神要開始剷除它了 為其站隊的都會被淘汰 不信就拭目以待 當然有人聽 也有人不相信 那麼那些說真相的人 在這裡可以稱呼他們為三退而供 說到三退而供 他們為什麼說三退 推出共黨的黨團隊員 是被譯得健康的前提條件 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曾經的秘書楊麗芳 和他的妻子潘淑珍 長年在瑞士的盧瑞恩 警區做三退移工 看看他是怎麼做的 怎麼說的 為什麼要去做移工 瑞士的盧瑞恩 到處是古老的房屋 沉澱了歷史的重厚 巴洛克式教堂 和布爾巴基全景館圓形壁畫 記錄了傳統的瑞士人的善良與純樸 盧瑞恩湖 波光煉嚴 湖光山色 美不勝修 吸引了大批中共國遊客 暮跌之年的楊麗芳 神清氣爽 健步如非 聲音洪亮 他告訴中共國遊客 中共在歷史上反天反地反人類 戰天鬥地 滅佛毀道 毀滅道德 與中國文化 便以人性 現在就快要滅亡 黨團隊員嫁入他那時 發誓將命獻給他 這樣就要為他陪葬落地獄毀滅 因此快點退出來 作揮誓言 自己生命給神來接管 為未來免費買一份平安保險單 楊麗芳是胡耀邦 在中國科學院 任第一把手那時的秘書 當時胡耀邦去中央任總書記時 一定要帶楊過去 據悉 胡耀邦在中共黨魁中 還算叫做開明 是個有些人性良知的人 他曾經在公開和私下多次說 如果中共百姓知道中共的歷史 一定會打倒中共 拋棄中共 楊麗芳的妻子 因為他父母都被中共迫害 整家人在他少兒時代 被中共三反五反反又害得十分淒慘 因此在胡耀邦被鄧小平等人批評 移擊到心臟病發作之前 他很早就勸 楊麗芳離開胡耀邦離開中共 現在夫妻兒人用自己的親身經歷 在瑞士告訴中國人 誰把命賣給中共 誰就要為中共百年罪惡埋單 聽了真相之後的很多中國人 分分三退 有時一家一家人退 有時一群一群人退 有時一車一車人敢退 黨政幹部 市及局的也有不少人退 其中有個剛剛退休的省長 帶著秘書等一班人 聽了潘淑珍一番良言雞賢苦勸之後 全部退黨 當然也有中共特務 或不信的粉紅泛濫 為什麼退了 就有被疫平安的可能 黨徒會遭疫情報應 有沒有調查研究有依據和實證沒有? 全世界染疫和死亡的 都與中共有關? 聽你說法輪功學員就沒有染疫死亡的嗎? 不要為宣傳背離自然規律 背離事實 也有些粉紅說 小孩子打了中國的疫苗 成為後遺症爆發 成為新的染疫群體 那麼退隊就可以毒性自消 化解毒疫苗於無形? 楊麗芳和潘淑珍 只要遊客願意聽 都願意做內心解答 好 今天的新聞就分享到這裡 多謝您的收聽 我們下期再見